首先想您从专业角度为我们介绍一下 洲际弹道导弹本身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我们经常说它是一个国家的压箱底的杀器 为什么洲际弹道导弹有这样的重要性 好的 为什么洲际弹道导弹比较重要 关键就是没有几个国家拥有洲际弹道导弹 我们和大家强调什么是洲际弹道导弹 洲际弹道导弹的射程需要超过8000公里 在1万公里以上 而低于8000公里在5000公里之间 我们一般把它称之为是远程洲际弹道导弹 能够研制射程超过8000公里 1万公里以上的国家和地区是少之又少 我们来看一看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一共是5个 真正拥有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的国家 只有3个 美国 俄罗斯和中国 而英国的海基洲际弹道导弹 其实是从美国买来的 而法国也拥有的是海基战略核导弹 而作为法国 它并不具备陆基洲际弹道导弹 所以能看得出来 就算是武昌 拥有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的国家 也只有3个 那么从其他国家的角度来看的话 拥有洲际弹道导弹的国家 也是少之又少 你想印度 印度现在拥有的是远程弹道导弹 还不具备洲际弹道导弹 那么朝鲜是拥有洲际弹道导弹的基础能力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拥有洲际弹道导弹的国家 确实是少之又少 那么我们需要和大家强调的 为什么这个东西就变成了大杀器 变成了压箱底 所谓洲际弹道导弹 就是从一个州能够跨州打击另外一个国家 尤其是针对其他国家 如果采取核恶诈 那么他考虑到是你不能够得着它 如果你能够用你的导弹 打击其本土的话 就能够有助于维护资深的国家安全 以及主权和发展利益 所以洲际弹道导弹 看似不大 但重要性是非常非常之重要 包括中国 建国以来就不断地在强调 要发展三维一体的战略核力量 尤其是火箭军所支撑的 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的打击能力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中国不能称之为是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 所以中国一直非常重视 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展能力 以此为基础 来打造我们自己的三维一体战略核力量 确实它的重要性在于稀少 我们再来看到解放军上一次 向太平洋试射洲际弹道导弹 还是在1980年 那目前中国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展水平如何 没错 上一次中国进行陆基洲际弹道导弹 发射实验是在1980年5月份 那么事隔现在已经是44年 我们可以说是金飞锡比 首先需要和大家强调 洲际弹道导弹是新中国建立之后 重点打造的武器装备 那么这种武器装备才会让中国在国际社会拥有足够的话语权 也才能够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别看洲际弹道导弹就那么一点点 但是没有它的话 你在国际社会说话就是不算 所以中国呢 无论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要打造自己的洲际弹道导弹 这就是我们在1980年5月进行东风5号的实验 那么时至现在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是走了一代又一代 不断地在发展 你像我们的东三一 东四一等等 这些洲际弹道导弹可以说让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 走了至少三代 而且过去我们的洲际弹道导弹是液体的 大家可能也能看得到 它的个头比较大 相对来说发射准备时间要长一些 现在呢我们的洲际弹道导弹的个头要小很多 不再是液体的 是固体火箭推进机 这样的话让它的快反能力就会更强 而且具备无依托发射阵地的基础发射能力 也就是如果接到核反击的命令 我们的洲际弹道导弹 尤其是陆基洲际弹道导弹 在火箭军的要求之下 将会以最快的时间实施核反击 所以我们过去的导弹呢 是比较长 比较笨 比较粗 现在呢变得是比较细 比较精美 另外呢就是它的实力呢是更加的强大 而且过去呢 你像洲际弹道导弹 它采用的是单弹头 那么现在可以实现多弹头 分导制导 这个意思就是 可以用一枚洲际弹道导弹 打击多个目标 这也是中国在洲际弹道导弹上 所采取的一些技术改进的措施 来让我们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战略威慑能力更强 但我们需要和大家强调 洲际弹道导弹的拥有不是为了用 而是为了威慑 尤其是对某些不怀好意的国家实施战略威慑 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 这一点丝毫不会发生变化 所以从拥有核武器的那一天 我们就宣布我们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战略威慑而不是真的要用 那我们再来看到除了这是时隔44年再次试射之外 您认为这次发射任务具备什么样的特点 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呢 为什么时隔44年中国再次进行洲际弹道导弹的全程试验 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就是因为在44年之前 我们确实进行了一次试验 那次试验呢 我们的靶区是在所罗门群岛 当时进行了成功的试验 而且试验之后的话 国际社会是非常的震惊 认为中国才是真正的大国 那么事隔44年 中国尽管发展了一代又一代的洲际弹道导弹 但出于和平的目的 出于自身的利益 我们所进行的弹道导弹的试验 主要是高弹道 低弹道 直尖弹道 卫星弹道 而并没有进行全程武器弹道的试验 那么全程武器弹道试验 对整个洲际弹道导弹是一个完整的考验 无论是其可靠性安全性 都能得到极大的检验 同时也能够验证我们的模拟弹头 是否准确攻击到了目标 所以全程弹道导弹的试验 尤其是洲际弹道导弹的试验 是至关重要 但是很多国家呢 由于浮原不是那么辽阔 没有办法实现八千公里 一万公里的全程 在境内的试验 你像美国 美国在进行全程试验的话 基本上是从它的西海岸 打到太平洋的中部 来进行全程的试验 美国也没有办法 在国内进行全程的试验 而俄罗斯的浮原 相对来说辽阔一些 可以在境内 接近于西太平洋的相关海域 北太平洋的相关海域 来进行全程的试验 那么作为中国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进行这方面的试验的话 也是出于从导弹设计的角度 从技术要求的角度 进行全程试验 来对我们的某些型号的 洲际弹道导弹 进行全程的试验 全程的验证 另外也需要和大家强调一点 既然是在境外试验 一定是具有强烈的震慑性 就是要告诉那些不怀好意的国家 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 已经走进了新一代 而且具备更强大的打击能力 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平 同时警告某些国家 不要侵害中国的核心利益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进行 境外武器弹道 洲际弹道导弹试验的主要目的 也是为了警告某些国家 千万不要威胁中国的核心利益